小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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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允硬生生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一动也不动 明明身体还很温暖 还是那只是我的体温而已 那是来自恶魔的地狱 我毫不犹豫地指向Gordon 那是我们养的黄金猎犬 相信Gordon肯定也会心甘情愿 为小主人献出生命吧 交易成立 妈妈 怎么了 你从楼梯上摔下来昏倒了一下下 吓死妈妈了 妈妈对不起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随便跑来跑去 要听话知道吗 好 一年多前 老公因为一场车祸过世了 只剩我独自抚养小允 我成为全家唯一的经纪来源 只能把小允送去幼幼班 下班后再去接她回家 此外 还要做晚餐以及所有家事 常让我感到满满的疲惫 但只要看见小允的笑容 这一切好像又是这么值得 妈 妈 小允 妈 Gordon Gordon Gordon他 走吧 我们带Gordon去看医生 没办法 交易就是交易 谢谢你 是你救了小允一命 希望来生你能过得更好 几天后我注意到小允的膝盖有块瘀青 怎么会有这个瘀青 流滑梯的时候跌倒了 但我没有哭哦 不是就叫你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吗 摔倒了还这么开心 要是骨头受伤了怎么办 唉 妈妈就是怕你受伤 不是真的要凶你 你要注意危险 不要让妈妈担心好不好 你好 好 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到底怎么做才叫静泽的好妈妈 妈 怎么了 我想去看爸爸 好啊 周末就一起去看爸爸 老公出车婚的天 雨下得非常大 他在高速公路上轮胎打开 就这样直直冲出户来 老公的灵骨塔放在佛光山上 开车过去的途中会经过娘家 每次上香前 我都会顺道回娘家一趟 还好妈 一个人要带小允 身体还是要顾哦 还行啦 小孩子就是现在心力旺盛 有点管不动 你要是忙不过来 偶尔我也可以帮忙带啊 妈 你还是顾好身体吧 我随时都可以带小允回来啊 隔天离开后 我才带小允上山祭拜 小允每次上来 总是很认真的样子 好想知道她都会跟老公说些什么 我每次都大概报告一下家里的境况 然后请老公务必保佑小允平安长大 公司逐渐进入忙季了 时常避免不了加班的状况 有时接小允时 整个幼稚园只剩下她一个人 看到时间又是晚上七点 我赶紧冲出公司准备去接小允 妈妈 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们了 不会啦 小允妈妈工作真的很忙哦 是啊 真的很抱歉 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个为了工作而不顾小孩的坏妈妈吧 你们根本不懂养家又养孩子的压力有多大 不要用那种批判的眼神看我 妈妈 妈妈 妈妈来陪我玩 妈妈在工作 没空 小羽先自己玩哦 乖 妈妈来陪我玩啦 以前Gordon都会陪我玩 我现在好无聊哦 陪我玩啦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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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小允 对不起 你还好吗 妈妈看看 还好就是小擦伤 小允 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 对不起 不要生气 没有 是妈妈不好 妈妈 妈妈不会再这样了 小允很乖 我的心好痛 过了几天 我去接小允时 老师示意我到一边谈话 小允妈妈 我们发现最近小允话有变比较少 想问一下有发生什么事吗 前阵子我们家的狗狗过世了 小允很难过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这样啊 那妈妈可能要花时间多陪陪她 毕竟现在妈妈是小允最大的支柱了 好的 谢谢老师提醒 你是想说我们家是单亲家庭 对我的照顾能力有所质疑对吧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变成单亲家庭 Gordon死掉 这些都是不得已的 我到底还要怎么做才好 小允 周末妈妈带你去宠物店里 挑一只新狗狗好不好 不要 我只要Gordon 其他狗狗又不是Gordon Gordon不会回来了 新的狗狗也一样会陪你一起玩 这样小允就不会无聊啦 不要就是不要 明天的中央会议不能出错 我必须尽力在公司往上爬 才能给小允更好的生活品质 我叫小允先去洗澡 并祈求她今天会自己乖乖玩耍 我盯着荧幕上的简报 头痛加上烦躁 完全就是雪上加霜 到底又怎么了 妈妈 好痛 我只是想说可以溜冰 我看到满地的沐浴乳 想到要花掉多少时间清理 就完全说不出话来 妈妈 妈妈不要生气 不要打我 所以你也知道我会生气 那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贴这么多麻烦 知不知道我养你有多累 帮你期晚我还有多少工作要做 你就不能乖一点吗 我已经忙得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连上次跟朋友去聚会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一切都是你 都是为了你 你却还要搞这些来给我收拾 小允 小允 我又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这次 你要拿谁来交易呢 恶魔不再问我要不要交易 他已经知道为了小允 我什么都可以舍弃 原谅我 没有 我没有想要不要交易 我ook 他会想要不要交易 我可以担心 我可以担心 你 你 我可以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